六祖坛经 最好的就是四句 菩提自信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我们用了我们菩提自信 用了本来清静的本来自信 用这个心一直到成佛 都没有完完区区 那重点在各位前嫌 但用此心的心是什么心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要用不生不寐的心 来修不生不寐的道 可是我们现在 我们在完成所用的心 都是生寐的心 我们在日常用 所用都是生寐 一生 然后下一个念又来了 前一个念寐 生寐 那我们用这个生寐的心 生寐的心叫四心 认识的心 我们用认识的心 四心来修道 修不成道 不管修了再怎么久 都不会成 千生万事 一直修 不会成道 不会成佛 一定要用不生不寐的心 来修不生不寐的道 这样因果才一致 因是不生不寐的心 果是佛的果味 不生不寐的道 各位这样可以有印象吗 不生不寐的心 修不生不寐的道 一定要把这句话 牢牢记住 绝对 一定要用不生不寐的心 来修道 这样才可以成佛 我们用生寐心来修的话 不会成 生命心 都是变化 所以最重要 就是单用此心 这个心 就是不生不寐的心 一直到成佛 都用这个心 就是不生不寐的心 就是不生不寐的心